這一次我們陳雅林鄉長把黃遼鄉最好的名產送他們台北市來 包括芒果、虎仔魚、龍檔石斑 我到黃遼鄉實力去看,要知道為什麼石斑會這麼貴 因為它的飼料,石斑魚是個肉食性魚類 所以它的飼料就比一般養的魚貴很多 所以算是一種高單價的魚類 這一次陳雅林鄉長把他們黃遼鄉這三張一Q 也就是說有農委會認證、生產履歷表、最好的農藝產品 都送到我們台北市花博、農民市集來 算是一個產地直銷 也就是說讓我們台北市民不用千里條條 跑到南台灣去 只要來花博、農民市集就可以買到南台灣在地的產品 事實上花博、農民市集從民國一百年就開始 由台北市農會居中協調 讓每個縣市的農產品都有來這裡展示 所以讓我們台北市民不用到 只要每個禮拜來花博 就可以輪流看到全台灣最好的農產品在這裡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,怎麼講呢 算是室內的旅遊地點 那 最近這個疫情趨緩 人家說要什麼產業振興 我倒覺得產業振興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走到外面 看到什麼就買什麼,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是最簡單的振興方式 那在這個地方也要感謝我們台北市農產公司 黃向銀董事長和宇產公司 黃俊成兩位董事長 特別安排這個平台 讓黃寮鄉的產品可以在這裡販售 好,我們就等一下來看看這些產品特色 歡迎台北市民一起來這裡採購 謝謝大家